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史上最强变种人金刚狼诞生的故事 狼叔和哥哥老狼出生于18世纪 自幼拥有无限自愈能力以及伸缩自如的骨爪 被人们视为怪物 无奈之下还是少年的两个孩子只能选择逃跑 多年后两人成年 时间来到了人类历史动荡的年代 两人被无情的战火卷入其中 随着历史的巨轮向前滚动 他们历经无数战争 因为拥有无限自愈能力 每次都能成功从战火中生存下来 两人天生就是战士 但是老狼越来越残暴 而狼叔则保持善良秉性 若非战争需要 他并不愿意杀戮 不知不觉中 两人已度过接近200年岁月 终日在战争中厮杀的两人 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一日将军找到两人 声称两人的变种能力在他那可以为国效力 而将军有一批由变种人组建的队伍 他们第一目标是寻找金金陨石 当然掌握陨石信息的黑帮分子 在变种人面前不堪一击 只见小剑剑挥舞双剑 磕磕子弹都被挡住 两下就攻破了黑帮的防线 但陨石降落地是一处村庄 未夺陨石 将军命令大开杀戒 老狼享受杀戮 而狼叔显然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所以立马跟将军一伙分道扬镳 转眼就是六年后 狼叔已经是一个伐木工 和爱妻过着平凡的生活 可是狼叔并非凡人 平常老百姓的日子哪能享受得了呢 这天将军造访 因为六年前的变种人部队已经解散 此时正在遭受神秘暗杀 许多队员相继去世 将军是来给狼叔发警报的 狼叔可不会相信一名战争机器的话 没想到将军刚走没两天 狼叔夫人就遭到毒手 行凶者正是老狼 而老狼并不惧怕狼叔 直接在酒吧等狼叔来复仇 狼叔立马伸出利爪 就对老狼展开攻击 两个亲兄弟拥有一样的能力 打斗起来异常凶猛 可是老狼显得更加强壮 狼叔根本就不是对手 此战以狼叔失败告终 见狼叔被打得如此狼狈 将军来献殷勤 声称只要狼叔跟着他 他就能为狼叔打造特殊武器 见时并能打败老狼 狼叔现在满脑子仇恨 恨不得马上杀掉老狼 为王妻复仇 别懒得管那么多 直接就跟着将军去了 很快将军把狼叔带到他的秘密基地 那个所谓的特殊武器 就是当年的精精 只要把精精注射到狼叔体内 狼叔身体里的骨骼就会被金属化 由此天外来劲 无坚不摧 狼叔将天下无敌 虽然手术有风险 为了复仇也顾不上太多 于是在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之后 手术成功了 其实将军并不是诚心帮狼叔 他本意是将狼叔打造成超级武器 然后正想清除狼叔的记忆 关键时刻狼叔苏醒 杀出重围马上逃了出去 一户好人家收留了手术后虚弱的狼叔 可是将军的追杀部队随后杀到 两枪杀死了好心人 狼叔彻底怒了 对追兵展开攻击 虽然对方有直升机 还有数量装甲车 可是在刚刚装备超级武器的狼叔面前不堪一击 最后追兵被杀到全军覆没 这下狼叔知道 这背后的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于是寻找昔日变种人队员查探消息 经过几经打探 找到一个叫赌神的家伙 竟再次遭遇老狼 还知道了老狼居然和将军是一伙的 两人马上展开恶斗 当然现在的老狼并不是狼叔的对手 只是赌神趁二人恶斗中途加入 打散了二人才让老狼趁机逃脱 对赌神虽然有点本事 但是在狼叔面前还差点 没几回合就被狼叔整得服服帖帖的 得知狼叔是来寻找将军复仇的 赌神马上答应带狼叔去将军的小岛基地复仇 当狼叔来到小岛时 将军却并不慌张 原来狼叔夫人并没有死 而且令狼叔伤心的是 夫人也是将军安排在他身边的人 狼叔内心五味杂沉 既然夫人是假的也没死 当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夫人虽然是将军安排的 但是感情是真的 只是夫人妹妹被将军抓了 不得已刚才装冷漠 将军见夫人没架子了 想马上杀掉夫人 狼叔听到夫人痛苦的喊声 立马返回营救 老狼立马迎战狼叔 两个肌肉男实力过招 结果毫无悬念老狼被彻底征服 但是毕竟是兄弟 临时的暴怒逐渐被理性取代 狼叔最终放过了一直跟他过不去的兄长 接着狼叔帮助夫人去解救妹妹等一群小变种人 而焦军之所以抓那么多变种人在这 是为了将所有人的能力集合于一人 造就出最强武器 而这个武器已经造成 马上就来堵截狼叔等人 狼叔只好让夫人带着年轻人们先撤 自己独自对抗最强武器小健健 两人开展终极决斗 从地上打到大烟筒上 小健健此时及众多特异功能于一体 狼叔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狼叔就要被斩首 老狼及时出现 两兄弟如同在昔日战场 肩并肩迎战小健健 此时小健健不但有自愈能力 还有精精护体 瞬移 火眼激光的能力 小健健战斗力虽强 但毕竟是一个被人控制的木偶 缺乏智慧 最后还是被狼叔兄弟两人巧妙斩首 彻底玩完 兄弟联手完成了一场大战 但是两人并没有因此和好 最后还是分道扬镳 狼叔赶忙去找夫人 可是夫人在刚才逃脱过程中中中弹 狼叔准备带夫人离开疗伤 狼叔不幸被子弹击中 昏迷不醒 最后将军打算送夫人上路 此时夫人用自己的控制意念的超能力 支走了将军 而当狼叔自愈醒来之时 他却因为脑部受伤失去了记忆 过往的一切他都不记得了 包括心爱的夫人 能力越大 不一定非得责任越大 而狼叔的伟大在于 沧海桑田 不管自己如何强大 从未忘记善良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